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活的教育 在分享出去的时候 自己也学习到很多 因为孩子给我们的回馈 这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学习默马 老师都会给他们一张大卡片 然后他上面就会写 妈妈来讲什么故事 就有孩子说 很感恩我给他一些 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 然后他看了那个故事以后 才发觉到说原来他是幸福的 那也有孩子说 行善要及时 爱心要持续 更要有智慧 这句话我依然还在做 一个传递 进诗语的这个方式 让一个孩子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样我们做就很值得了 我们的环保教育也非常的重要 我在接受环保讲师训练之前 就开始在做环保 因为有做才能有感觉 才能分享给大家 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带到家庭里面去使用 不要不要把它洗干净 如果大家一起用真正机 而且并且做到的话 大家都可以保护技巧 虽然是你的力量很小 但是我们就是要做小小的力量 那你小小的力量久了之后 又变大大的力量 要材材都会用 这个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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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会用